学习捏陶也让大众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捏陶从中会获得许多乐趣 林宽老师希望学员捏陶的时候 从生活的用品开始学习制作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能够让谁人透过谁洗 去感受到心灵的一种感动 这是最主要的 那我们这边在谁洗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都是来自比较 应该是说比较一般的家庭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大家一起来分享跟谁洗 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谁洗的一个态度 那我想在烧鱼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有先素烧 素烧就是烧到差不多900度左右 然后再上幼烧 那幼烧基本上来讲就是有上不同的颜色 那也让谁也自己去玩幼的颜色 那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过程当中 让他去体会到说 材烧的整个过程 从捏涂 成型 然后素烧到幼烧 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谁也去了解到说 其实涂就是那么好玩 那我相信这样会可能大家在 可能有一些手感上 会比较不同的创作的模式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是造型是不积模式 我们一般大概我们初期在教都是比较捏碗 就是给各位谁也一块土 然后让他来捏碗 从碗开始 然后做盘子 做比较属于生活的器皿的部分 像碗 茶杯 盘子 花器 还有一些比较属于生活上都用得到的 像一些茶盘 那我们现在朱后我们开始做茶洗的配用 比如说像茶海 茶壶之类的东西 让他能够把它整个在茶的配备上面 能够把这些用剂把它组合起来 让谁也能自己去完成一套 可以泡茶使用的一个杯剂这样子 体验粘桃手拉杯 利用创作力来创作陶土 器皿 了解陶土温润的特质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制作的陶杯 陶盘 陶汤池 一定要从食用性 除了食用性之外 而多了一份温暖之感 十方新闻 王天伦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